怎么带来震撼人心表演 下本下得特别大 那么这个事情 梁奥纳多一看 我的对手做出了这么大的牺牲 抛弃了自己以前一切的那些光环 那作为自个儿呢 当初一个大帅哥 万人迷 有什么不能为了这个事业 抛弃一切的呢 所以就在他奥斯卡奖失利的时候 他这时候已经决定接下一部片子 就是这次他获奖的《荒野猎人》 这个《荒野猎人》的故事呢 对这个梁奥纳多要求比较高 他在这个时候 你不是马修·麦腾纳 这个减重14公斤吗 我为了这个角色 我增重20多公斤 这部《荒野猎人》呢 拍摄起来会非常残酷 也确实 这个主要人物呢 梁奥纳多演的呢 经历了很多打打杀杀 起起落落 拍摄的过程当中啊 不是从悬崖上掉下来 就直接掉河里头 而且这里头 获奥纳多远 就是每天下午三点多钟 这光最好 就这时候拍 你要这时候拍不成 就得隔一天 所以为这个戏 获奥纳多吃的苦 是可想而知的 有的人说 这一次也不足为训 可能偶然 不是 这两人的竞争关系 早在20年前就开始了 就是拍泰坦丁号 的时候就开始了 可能很多观众不知道 马修麦唐纳 在14年击败 获奥纳多获得奥特卡奖 不过是他对当年 泰坦丁号的一次复仇 怎么叫复仇呢 当初泰坦丁号 一开始选演杰克 这个角色的演员 是马修麦唐纳 不是莲纳多 而辽纳多最后是 击败了马修麦唐纳 获得了这些角色 因此大红大红 这说起来 95年到96年期间 著名的导演 加姆斯·卡梅隆 他拍这个泰坦丁号 花了多少钱呢 两亿美金 那个时候好莱坞 所谓的大片 基本都不过一亿美金 这两亿美金 在当时太吓人了 那么投资方呢 是福克斯公司 福克斯公司一看 你花这么多钱 这卡梅隆花钱太多了 那他得干涉一下 你这拍摄进程怎么回事 这个时候呢 他钱花哪去呢 花在大厂面的制作 要制作泰坦丁号 要拍 这时候可是硬件 花钱花这么多 那么到了选演员的时候 卡梅隆也知道 说我这个花这么多钱 演员我可得好好选 可是选演员的余地不大在哪 你不能请县城的角 为啥呢 你预算不够了 你别看钱多 都花在硬件制作 特级制作上的 所以决定启用新人 用谁呢 这个时候福克斯公司推荐的 用马修麦唐纳 说马修麦唐纳是个什么人呢 那时候是个大帅哥 酷哥 他当初啊 开始进入电影圈的时候呢 那星探就说 说你这人呢 就该演电影 为啥 第一个 你长得漂亮 第二个 你还是个演技派 说白了 天生会表演 第三个 你这人缘太好了 好到什么程度呢 哪个女的建设 你都得成花痴 就是长得好看 她很酷 那么本来呢 这一推荐呢 应该说卡卫龙呢 接受马修麦唐纳也正常 可是卡卫龙呢 愿意多个演员试一下戏 结果就试到了莱昂纳东 结果试莱昂纳东那一天呢 公司里所有的女工作人员 全来看莱昂纳东 为什么 莱昂纳东四五岁开始就 进入综艺节目 后来又拍广告 演电视剧又什么的 在那之前又演了不一样的天空 已经有一定名气了 会演戏 而且长得特别漂亮 那时候年轻的莱昂纳东 那真欲数了一分多 好看的不能再好看了 所以当时很多女孩见她 甚至说白了 垂涎三尺都 最后呢 卡卫龙一比较呢 觉得莱昂纳东更帅 哎 用她了 就把这马修麦唐纳给弃用了 也顶住了这个 来自福克斯公司的压力 我以我导演的身份担保 压她身上了